说说难保症状,孕吐厉害,喝水都涂,皮肤变黑了,特别是脖子,不显怀,五个月才能看到肚子鼓起来,孕前41公斤,生宝宝的时候52.2公斤,孕妻吃不下肉,酸辣都爱吃,孕妻用的VWY4571,得测难保,女保公呆显示男孩,准了,孕乃琪特别爱吃辣, 还吃了火鸡面干发排动经常在右边,润身性游戏又长,直达胸口,肚子从后面看,看不到,肚脐突出,运气不记嘴,除了山楂之外,其他的都吃了大小,其间一个星期生了,八夜迎来我的宝贝,7300沉坚红,肚子不疼,731一天,也没有反应,还走路将近两公里,吃完晚饭注意走路的, 8夜凌晨4点多肚子疼,本以为是拉肚子,起床上厕所之后发现大号半有血,回到床上跟老公说,然后躺下接着睡,睡觉开始一阵一阵的疼了,到5点过开始,将近7分钟疼一次,5点半以后5分钟疼一次,特别规律,疼一次就出一点血,那时还能忍住, 收拾了一下东西提上车,6点,本来还打算洗个澡,可是老公说来不及了,还好没洗尴尬不然真晚了,6点叫婆婆起床,婆婆非得慢慢的抹到7点0,当时疼得耐不住了,跟老公说我们自己先走了,话说婆婆真的好带毒啊,我都达到5分钟一次疼痛了, 她还有心组换衣服又换衣服,我腾了他沙发上的,她换衣服,就是将近一个小时,还好老公车系好,一路飙车,紧急灯一路开着,远短40分钟的路程,20分钟赶到,赶到7点40分,公口开两指,班里住院手续直接到四指开,医生直接让进产方,中途医生让吃一点东西, 40多分钟的时间躺着床上吃了一晚粥,医生让进产房,疼到走不动路,老公抱进去,医生破洋水,公口全开,我就感觉想改大号,肚子一疼就想使劲流泪问了医生,医生说公口全部开了,想我想使劲就使劲,好艰辛的过程,流泪宝宝投出来一半,我突然犯困,特别想睡觉, 就被医生侧牵了酒里面凤了六针,外面四针,没有打无痛,宝宝出来的时候感觉不痛了,缝针也好疼,不能打麻醉,凤完之后全身在抖流泪好虚弱,走路就冒失汗,感觉快晕了,宝宝是9点55分出生的, 刚刚有三千克,南宝哈刚刚生完宝宝,看到老公一直都在门口躲着看我,医生不让陪产,老公还好,开口第一句就是问我情况,问我有没有好好的,爸医生都感动了一番,我也惊奇到了,老公没有关心宝宝,第一就想到我,医生让老公抱孩子, 他让我婆婆抱,他等着我,我爸妈因为做生意,要生的前一天都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,就没有打电话给我爸妈,是带产开公口的老公,看我疼得不行了,让我跟我妈妈说话,刚刚会不会有点缓解,妈妈才知道我在,一时没有赶回来,让我大医进来看我,大医刚刚到,爸爸刚刚出生,哼大医心疼死了, 医生让我走出产床,我姨妈直接抱着我,因为缓针的原因,不敢走路,附上一张我们家大哥的照片,最后愿所有宝妈要男的男要女的女,爱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